第十九题 请选出有关原子结构的正确叙述为何 原子核内的中指数必须与指指数相同 原子才会保持电中性 这个是错的 中指是不带电的 直指带正电电子带负电 所以必须是指指数跟电子数相同 才会保持电中性 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直指和电子的总值量大约等于原子的总值量 这个也是错的 电子的质量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 直指跟中指的质量约略相等 他们就占了几乎全部的原子的质量 所以是直指和中指的总值量 大约等于原子核的总值量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原子核内的中指数必须与核外的电子数相同 原子才会保持电中性 这个当然是错的 当然在选项A的时候已经说明过了 必须是原子核内的直指数 等于原子核外的电子数 正电等于负电才会保持电中性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出原子核带正电是对的 原子核里面有直指跟中指 中指不带电 直指带正电 所以总和起来的结果 原子核会带正电 选项珠是对的 因此第十九题问我们说 请选出有关原子结构的正确叙述为何 我们答案选择是珠原子核带正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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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